字幕 李宗盛 我想說,自己一個人拍片真的很老 今天我就想拍一段屈指的idele 決定自己拍一條 因為真的在家 實在沒事做 我懶得化妝 掃眼相鏡 anyways 首先講一下我的手機 是iPhone XR 是去年買的 我買的是黃色 因為我覺得 那麼多顏色之中 黃色特別得來 都配搭我 現在用的殼 我是故意因為拍片才 換這個殼 我沒用過的之前 首先就講我的Lock Screen 這個也是最近才換的 就是我去年 去赤柱拍的一幅日落照 我覺得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 赤柱很簡短的Vlog 我的HOME PAGE 總共有三頁 第一頁是HOME版 看看我下面 我下面就有 CAMERA 有一個Social Media的Folder WhatsApp和 電話 那 Social Media 這裡我是有Facebook Facebook 我以前是 就這樣放一個 shortcut 在HOME PAGE 就算了 但是因為入到CAMERA之後 其實 都真的頗需要用到Facebook 那所以我就 裝回 也看多了一點點 但也真的不太用Facebook 然後Followers這個APP 也是我用來 檢查 誰 unfollow了 我的 就是在我的 Personal Account上 我經常 跟朋友說 我有這個APP的時候 他們都 好像很變態 那樣 我想看我會不會 無故得罪了別人 然後下一個APP 當然是 Instagram 那我 現在 都有幾個 account 會用的 那大家可以Follow Kpop spam account 那就是 Brettbunnies 這裡是什麼都可以投資 就是 我 相片也可以投資 影片也可以投資 每天上來就會小小 我不是每天投資的 另一個 RG 是叫 Neverland 這個 其實兩個account 都沒有特別 Promote 因為我覺得我的朋友 都沒有興趣 那就是 類似攝影account 但是 我很沒有攝影sense 還有 有很多是 明顯是亂拍 然後 都放上去 因為我不是真的 那麼多照片可以投資 那我的 Personal 是 然後 再加上去 G 那我 這個account 主要是給一些 顏色的人 然後 就 我其實有自己做 IG filters 之後呢 就是 NOW新聞 那我就沒有太多 進入那個APP 看 我純粹是 等他彈一些noty出來 讓我可以看 一些即時新聞 這樣 然後 regrammar 就是 可以 save IG post 之後就是 snapchat 不公開 之後 telegram 那 對 然後 就是 Twitter Twitter 可以 說我沒有 但我沒有什麼 都 repost 不同 東西 就是這樣 然後 weevers 就是 迫起的一個APP 就是 你當是第二個Twitter 第二頁 大部分都是一些 比較 basic的APP 其實我想說 那些APP是 很便宜的 那 我可能一個小時後 那部機 已經有不同了樣子 那第一行 有calendar clock notes reminders 之後就是 settings ext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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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堆是 我也有機會 用到的 本身有的APP 五色學倉件 我不是用來學倉件 我裝來是 在網上下載的WhatsApp stickers find my iPhone 我想說 我有一點點陰影 可能有些鐘頭 記得的 然後 calculator weather 我有香港天文台 還有 iPhone本身 weather 然後到travel travel 我有 城巴 Citymapper CU bus CUHK Mobile Google Maps 9巴 龍巴 還有 檔鐵APP 中大 中大 要搭校巴 所以 有這兩個APP 之後 google 我就是有google drive 還有 Gmail 啤牌 紅心 的 Folder 裡面有 emoticon Dictionary Files Instagram Font iExpand Drive Mega WStack 還有我那個 Network Provider App emoticon Dictionary 是非常好用的APP 因為有時候 可能用了 iPhone Emoji 或者 有些很QQ的 表達出來的時候 那 iPhone的Emoji 就很難做到 然後 Instagram Font 不是 Add 你的 連結 你有沒有看到 IG的人打 這個很可愛的字 其實就是在這裡打的 這種網上打 例如我打 Hannah 我有很多種字體可以選 這些是直接Copy 然後 Paste上 Story Bio IExpand Drive 就是有一個 可以把iPhone的相片 抄到 它的 USB 就是用這個APP 去做的 Mega 是另一個我上載相片的地方 因為 定期要 backup的相片 或者清掉它們 可以省下一點點 DoubleStack 就是我之前用來 做Sticker 用的 即WhatsApp Sticker 下一個 這個是有一個淺 的Emoji 那我就 Wallet 即是有Apple Pay 在裡面 還有YES style YES style 我最近 第一次在那裡買東西 但是很不開心 我還要等到至少兩天 它的東西才 發貨 它是一個香港-based的網購平台 也有很多東西賣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 GOLD MEMBER 雖然我只買了一次 那我其實有些 Code 是大家可以 如果你在這裡買東西 然後輸入的時候 是會有折的 那我等一下會 打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用 如果你們真的會買的話 然後去到Learning 好像 我真的會 學習 那樣 有Blackboard 因為 Code是用這個 Platform 去 讓我們看 Learning Materials 或者是交代 一些 Course Arrangements 這樣 然後這個 我就是 昨天才加進來的 一個 shortcut 那就是 Cambridge的 英去中 的 字典 因為它一定會 準確 Google Translate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 之後 就 Dianable 這個是 Dianable 就是 UGFN 即是其中一個 大Tone Cores 會用到的 App 但我還沒有怎麼用的 然後 Outlook 就是 Cue的 E-mail App Papaco 我也是昨天下載的 Papaco 就是 如果你想 翻譯 學文 或者日文 會準確Google Translate 但是Google Translate 還是在我的手機上 因為它 有絕大語言 然後 App Store Photos Bible Bible 真的 我懺悔 真的沒有怎麼用 昨天 因為昨天 即是在準備這段影片的時候 滴起心肛 要 用回 去到 精彩一點 實用的這個項目 第一個是 Edit 所以 我就不會深入地說這些Apps 因為我想 拍到這段影片 是 How I Edit My Instagram Photos 我有Facetune 2 InShot Lightroom Fonto Foto Wizard Pixar 和Vlo Vlo 就是我手機剪片的App 我不是 我用這個App 剪過 我想三條片左右 不是全部都是YouTube Falm Fap 就是因為 我擺放這個App 全部都是 可以拍到很復古效果的 Apps 現在有Color View Color View 應該是 不知道 然後有Desk Camera Film Like Film Up 還有 Normal 全部都是 我都蠻推薦的一些 復古Apps 那我還是遲些再說 然後 IG 就有Stories Edit Story Lux 還有Unknown Story Edit 和Story Lux 是 顧名思義 就是 Ig Stories 然後 Unknown 是 給我 去Plan自己的Feed 我也是 最近才撞 真的很早就已經知道這個App 也有用過的 但之後我就D了 就是用Planoli 但我發現 Planoli 只可以免費 或者只可以放一個 IG Account 但是 Unknown 可以放多一個 而且不用付錢 它有限制的 但是 一定夠我用 Entertainment 這個Folder 就 我都 突然之間大撿過來 那 因為我 最近是有玩法 吃雞蛋 但因為某些原因 我有 D 就是哭 那 有 Mario Kart 然後Podcast 我是今天 大莫反 本來已經刪掉了 但是我 我看別人的 iPhone 的影片 也有不少 優美Youtuber 也有Podcast 在這裡 真的像聽電台那些 那我 我剛才進去看 其實Podcast 也有很多 聽 什麼語言都有 那 可以學一下 如果 不想經常看Youtube 的話 接著 POPTOWN 我是今天才設置的 APP 它是 那種玩法是 Candycrash 那些 浴浴 那些 但是同時它都 在建一個 TOWN 這樣 也挺 特別的 看我堅持到多久 因為通常的Games 我都是玩一下 就刪掉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好的 手機Games 免費一下 是 我覺得好玩的 不妨推介給我 最好 就是 OFINE也可以玩 那就可以省份的DATA 接著就是Snow Snow不用解釋 接著就是Spotify 唯一會用來聽歌的 就是Spotify 我就有 做了好幾個playlist的東西 那我最常聽的就是 有火以帽子這個 還有中文 這兩個playlist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追蹤我的playlist 因為你可能會找到很多 寶藏 最後是Youtube 我正約到 正在看Youtube 那 就是基本上我在家 就是看Youtube 最多加上Netflix 但我這裡沒有Netflix App的原因 是因為家裡的電視 已經有Netflix 那如果我 就是 之前住庭的時候 就是在電腦看Netflix 那所以我就 不用可以安裝Netflix這個App 嗯 Netflix我主要看過 就是有些電視 接著 現在都還在追上Friends 我現在是 Season 5 如果大家喜歡Friends 就不妨跟我說 We were on a breath 有個地球這個folder 那就是 Chrome和Safari 因為Safari我覺得 慢慢的好用 餐盆 Emoji的folder 那當然是關吃東西 什麼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放在這裡 那我就有 Deliveroo Foodpanda Openrise Openrise 不是Ad Openrise 也是 Shortcut 但其實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分別 然後 黃藍 然後YB YB是我自己改的名字 好像大同王 差不多 然後就是 Wuunnii 是Ad 最後這兩個我也是近期加的 shortcut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沒有肺 肆虐 在全球各地 那我也挺推介大家 就是加回這兩個 或者隨便一個 在Homescreen 如果你想 隨時留意 隨時留意 關於Words的資訊 也可以看這兩個網 還有其他網 我覺得這兩個比較好 兩個網站 非常詳盡 而且 也很 HOPFUL 那 大致上就是 我的機器可以介紹 希望大家喜歡 這條 肥肥片 我也想盡快出了 下一條片 真的很尷尬 先這樣吧 拜拜